随着斗魄剧情的推进 萧妍在淬炼菩提化体 嫌融入小一仙体内时 她竟意外得到了一枚菩提子 说起菩提子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菩提子是只有菩提古术的身上才会有的 而菩提古术时隔千年才会出现一次 每次菩提古术现世 都会引起各方大势力和无数强者的争夺 因为菩提丹拥有让斗尊巅峰突破至半胜的成功率 恰好菩提子又是炼制菩提丹的主要材料 所以这使得大陆上的斗尊强者都为之疯狂 不惜一切代价去抢夺 此外 菩提子还曾救了萧炎和薛尔两次命 在中州的时候 菩提古术出世 萧炎和薛尔等人历经重重困难 获得进入菩提古术的机会 却陷入了远古时代陨落的一位斗地强者 入侵到菩提古术的负面情绪中 负面情绪营造出幻境 差点让萧炎等人成为被菩提古术控制的傀儡 而当初萧炎得到的菩提子 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 帮助他恢复了清醒 萧炎从菩提古术副本出来后 带出来一堆菩提子 此时的他 境界也达到了九转斗尊巅峰 距离半圣也就一步之遥了 回来之后的他便打算闭关冲击斗圣了 在闭关之前 要老炼制了菩提丹 萧炎闭关后 服用了菩提丹 最后在菩提心和菩提丹的双重加持下 萧炎直接跨过了半圣境界 突破到了斗圣 在这个过程中 菩提子功不可没 在斗破苍穹中 要想成为顶尖强者 不仅需要苦修 还需要有遇到宝物的机遇 而男主萧炎能成为斗地强者 自然也得到了许多宝物 有的宝物是要老送的 有的是在要老的指导下去 寻找的 比如一火 有的是抢的 有的则是遇到了顶尖强者 送他的 今天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四位顶尖强者送给萧炎的宝物 菩提古术让萧炎达到斗圣 最后一位帮助萧炎成为斗地 菩提古术 菩提三宝 萧炎去参加拍卖会 意外得知了菩提古术出世的消息 这个消息传开后 引来了巨大震荡 只因菩提古术有三宝 菩提星可以帮助斗尊强者 突破斗圣 成为巅峰强者 菩提子可以大大提高 晋升斗圣的成功几率 而菩提树下一餐物更离谱 只要成功得到 经历了百事轮回 就会拥有成为斗地的潜力 得知菩提古术出世了 为了赶在禁连妖火将士之前 突破斗圣 萧炎去了满荒谷域 经历了一番折腾 成功到达了菩提古术下面 此时 菩提古术需要人帮忙 原来 他曾经帮助一名斗地强者 斩杀另一位斗地 被那位斗地临死前的负面情绪给禁染了 只有通过一伙炼化菩提子 才可以帮其清除 于是 萧炎通过一伙炼化了菩提子 帮其清除恢复原状 为了感谢萧炎 菩提古术把三宝全送给他 有了菩提心 萧炎成功突破斗圣 菩提子炼制成丹药 为新允阁吸引了无数人才 百世轮回 更是为萧炎成为斗地 打下了基础 第二位 黄泉妖圣 在九幽黄泉 萧炎意外遇到了 被弟弟暗害的九幽地名 蟒族组长妖明 将其救了出去 为了报答萧炎救命之恩 加上也想得到宝贝提升实力 妖明把黄泉石碑的秘密 黄泉妖圣作画之地 黄泉妖圣也是半步斗地 要不是缺乏元气 早就成为斗地了 在这十倍之中 记录着黄泉妖圣毕生所学 还留下了黄泉妖圣的精血 由于那里实在是难进去 需要极强的灵魂力量 因此 妖明等人根本进不去 萧炎成功进去了 还见到了黄泉妖圣 留下来的灵魂印记 通过了黄泉妖圣考验后 萧炎得到了黄泉指 黄泉掌 黄泉妖这三种天阶斗技 也拿到了妖圣精血 帮助小一仙他们 先后突破成为了斗圣 第三位 半步斗地 萧璇 作为萧族组长 萧璇即使突破斗地失败 重伤陨落 也依然惦记着萧族 希望萧族可以崛起 他等了一千年 等到了萧炎 看到萧炎的情况后 萧璇深信 萧炎可以带领萧族崛起 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萧炎 他先是送给了萧炎斗地血脉 完整版的天火三玄变 将他炼出足纹 然后不惜以灵魂消失 作为大家 抽出天目本源 帮助萧炎达到地境灵魂 第四位 驼射谷地 作为斗七大陆最后一位斗地 驼射谷地事实上 正是一伙宝排名第一的一伙 驼射谷地之所以能成为斗地 就是因为修炼了焚绝 当修炼了焚绝的萧炎 来到驼射谷地身边的时候 驼射谷地送给了萧炎本源传承 那里含有斗七大陆最后一份元气 驼炎通过了驼射谷地的考验 成功靠着本源传承 突破斗地 成为了炎帝 击败了魂天帝 振兴了萧族 随着斗破苍穹动漫 引人入胜的剧情 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 以及丰富多样的人物建模 赢得了广大粉丝的热烈喜爱 今天 我们就来对斗破动漫中登场的美女 进行一番排名 看看哪一位能容得你心中的最爱之位 第十名 虎家 家南学院外院院长虎前的宝贝孙女 天赋出众 因其独特魅力 而被众人惯以 妖女 之称 她偏好与女生为伍 对古靴儿情有独钟 因此 对萧炎格外不满 她性格鲜明 爱憎分明 且脾气火爆 颇具个性 第九名 萧玉 萧炎的表姐 尽管血缘关系已超出三代之远 但两人关系却颇为清静 平日里 他们总是吵吵闹闹 相互调侃 但在关键时刻 她总是会坚定地 站在萧炎这一边 虽然她对萧炎怀有好感 但命运 似乎并未让他们走到一起 终究是有缘无分 第八名 小一仙 她身怀罕见的恶难毒体 能够借助毒性修炼 有望蜕变为浑身剧毒 且万毒不清的天毒女 性格上 她温柔而甜静 待人友善 目前 动漫尚未呈现 小一仙的最新形象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她的华丽登场吧 第七名 紫炎 她是太虚古龙龙皇的掌上明珠 拥有最为纯净的 太虚古龙王族血脉 目前 她被嘉南学院的大长老 苏谦悉心收养 与美渡沙女王关系匪浅 情义深厚 年幼时因一次意外 误食了化形草 致使她长久以来 保持着萝莉般的可爱模样 心智也如同一个 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然而 她仗着自己 与生俱来的天赋优势 时常调皮捣蛋 到处偷取珍贵的天才地宝来品尝 第六名 萧轩 她是古族族长的千金 也是古族近千年来的唯一一位 拥有神品血脉的奇迹之女 她身怀一火榜上排名第四的 金帝焚天炎 其威力惊人 性格上 她既冷漠 又藏着温柔 既善良 又带有些许冷酷 然而 对于萧炎 她的感情却是盲目而深沉的 只要萧炎需要 她愿意 付出自己的一切 她仇视所有与萧炎为敌的人 展现出了坚定不移的忠诚与决心 不过 对于这部动漫中的建模 确实让人有些一言难尽 期待后续能有更好的呈现 第五名 纳兰燕燃 纳兰家族的大小姐 自幼与萧炎定下婚约 然而 随着岁月的流逝 她借助云兰宗的势力 逼迫萧家解除这段婚约 这一举动激怒了萧炎 她愤怒之下决定休妻 并立下了三年之约 她外表冷艳 美丽动人的面旁 宛如一朵盛开的青莲 身姿玲珑有致 充满了女性的魅力 第四名 清灵 作为人类与蛇人的混血后代 她自小便饱受两族的歧视与偏见 然而 她身怀罕见的碧蛇三花童 天赋一笔 后被天蛇府看重 并带走悉心培养 虽然她的身材娇小玲珑 却发育得极其成熟 曲线优美 面容精致如画 但总带着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这种柔弱的气质 反而让她更显得楚楚可怜 惹人怜爱 第三位 雅菲 萧妍的红颜知己中 有一位尤为特别 那便是米特尔家族的组长 她对萧妍 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这种情感深厚和真挚 她钟爱穿着紧身衣袍 这样的装扮 恰好能够凸显出 她曼妙的身姿去衔 再配上她那张美丽的面庞 无疑是无数男子心中的梦中情人 令人垂涎不已 第二名 云韵 云兰宗的第九代宗主 在魔兽山脉 偶然与萧妍相遇 两人由此产生了深厚的情感 她甚至将贴身的内甲赠予萧妍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然而 云兰宗与萧妍之间的复杂关系 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最终 她选择远离故土 前往中州 幸运的是 在萧妍的援助下 她成功成为了新一代的花宗宗主 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第一名 彩琳 美杜莎女王 原本身为蛇人部落的女王 她在晋升斗宗的关键时刻 遭遇了意外 导致体内诞生了全新的七彩吞天蟒灵魂 随后 在与这新灵魂的融合过程中 又发生了一次意外 导致她失身于萧妍 然而 命运的巧合 让两人日渐生情 最终她成为了萧妍真正的妻子 并育有一女 名为萧萧 她被誉为真正的斗魄第一美人 美丽与智慧并存 令人倾倒